Lun Sang 燒烤 嗨 大家 现在是星期四的下午3点多 我等下准备4点的时候 先去做快筛 再去影影店列印个文件 最后再去超市买一些菜 对我今天晚上已经没有东西推出了 那我现在要先来开箱一下我昨天收到的一个包裹 给你们看 超级无敌大 长这个样子 这个是我订的一个 嗯...晾衣服的架子 前几次去洗衣服 那个衣服在烘干机烘干的时候 就是它已经烘了两个小时哦 但是那个衣服拿出来的时候都是一半干一半湿的 都还要自己在我的衣柜里面打开 无诊门打开来让它亮 个晚上或是一天才会赶 而且因为那个烘干一次要一欧 这个价值 一个价值是17点多 包含运费总共大概22块 我想说那这样子就等于是烘干22次的价钱 但是我也不可能这一年只洗22次的衣服 所以就想说应该买一个价值比较划算 但是也不知道这样子 如果前逝的话在这边亮要亮多 所以最后再看看吧 那我现在就先来开箱一下 诶...竟然是红色的 我自己的照片上面是红色而已 这个上面的图片就是打开来之后就会长这个样子 然后现在先把它拆开 打开了 还附了一个这个东西 应该就是这样子转开来 可以放在脚架这里 好了 就长这样 还蛮大一个 应该可以亮蛮多东西 就这个是可以打开也可以折起来的 全部打开的话 那上面鞋的长度是说有到180公分 这边还有一个这个东西 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那我现在 终于就可以把我的毛巾挂上来了 好了完成 感觉还不错啦 这样子 也不知道衣服要亮多久会干的 那就先试试看啰 好 大家 我现在要准备好了 嗨大家 我现在做完快赛了 然后要走路去影影店 可以给你们看看现在这附近的房子长什么样子 到了这个 结果我的文件打不开 所以没有办法赢 那我现在早就去超市 刚刚这附近有一个是Lidl 我还没有去过 所以今天打算去这一个 处理给你 打算好 啦 乖 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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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控制站 现在上了一台自由式机的车 打算就先搭到 沙尔海塞的地方 然后再从那里转车或者是走回去 上次之后 出车的风格 上次的人就会像一下 这个地方 人工的电子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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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置的東西是共享單車 就是像我們的Ubike一樣 那它是有一個APP可以下載 下載的時候 要就有時候用APP上一個人很少 所以出來會不會有 我是騎過一次 那它這個跟Ubike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不需要一定要在這種站的地方還 就是你只要有可以停腳踏車的那種價值 你就可以把車停在那邊就可以還了 價錢的話我忘記是多少了 但是比這種共享滑板車還要便宜一點 我也不太確定是有沒有比搭公車還要貴 但是就是可以運動嗎 其實我騎的時候一樣是跟Ubike一樣 就是把它調到最低 但是我也不知道是我騎腳踏車習慣 坐直還是 還是因為我手太短 我覺得應該是手太短 就是我騎的時候雙手是要伸直的那一種 對就不是可以垂下來玩玩的 放鬆的 我自己是覺得還蠻好笑的 但是真的要騎也是可以啦 因為我應該是不會在這裡買二手腳踏車 旁邊看到的這棟 看起來超漂亮的 聽說是就是讀法律 某一個法的大棟 這邊這個 現在這個 往宿舍這邊走的這個方向 剛好就是太陽會直接照到眼睛 那現在這個時候已經 比中午回來說好很多了 現在大概六點 就是戴墨鏡的話還長得蠻多的 但是如果是中午的話 就是感覺太陽都會從上面這邊一起透進了 對就覺得好像帽子比較有用 戴墨鏡的時候還是會覺得超級無敵亮 現在旁邊的這一棟 聽學長解說是好像是師範學院 就是他的數字在這裡 那旁邊這邊你可以看到很多 就是停腳踏車的架子 就有很多這些共產單車 那我覺得這個單 共產單車的 置物欄好小喔 感覺放不了什麼東西 而且還會從旁邊掉出來 我看他們這邊就是自己的那一種腳踏車 通常都是在椅子的後面 就是後輪上面會有一個比較大的置物欄 對就不是像我們一樣在前面 這裡又可以看到有一台共產滑板車了 這種滑板車就是你可以隨便停在路邊 就是像這樣隨便停 那他好像就是在他的APP上面有 還是有圖就是有標示出 比如說市區的某些地方是不能停的 那他就會用紅色的框頸 那基本上其他地方就是你想停就停 反正就是停在路邊不要擋到別人 行進路線就可以了 所以在這邊還蠻常在路上看到 就是那個滑板車的 優點就是當然就是很方便啊 你看到一台 你如果要騎的話就可以馬上騎走 但是缺點就是 真這樣子亂停還蠻醜的 這個大的地圖是我們這一塊 新城的地圖 底下這邊100號就是也有宿舍 然後600號是我的宿舍這邊 700號是運動場 我現在回到宿舍了 一樣給你們看看我剛剛去超市買的東西 還有價錢 再次去個超市 就是人家說比較平價的那種啊 感覺這出來 確實是比較平價一點 但其實也都很方便啦 只是看起來比較沒那麼高級 那首先是 這一個 早餐麥片 這一盒500克 是 2.49 那這個是 水果口味的 那再來就是這一盒 蝦子 200克的蝦子 這個是 就是有調味過的 那這個蝦子是 3.99 還有一盒 6顆莊的雞蛋 這個雞蛋是 就是它是2號 但是因為這邊 那邊6顆莊的 只有這一種 所以就 買這個 那這盒雞蛋是1.19塊 再來是這個 這個看起來 就是超級大的 青江菜 比較吃起來 是不是跟台灣的青江菜一樣 那這個是1.29塊 最後是這一包 500克的 這個 德國豆漬 長得還蠻像 四季豆的 但我覺得吃起來 應該不像四季豆 但就吃吃看 對 那我應該也說 用四季豆的方法來煮它 或者是 嗯 上網Google一下看 有沒有人推薦說 這種豆漬怎麼煮 那這一包 500克的價錢是 0.99 那這就是我今天去超市 買的東西啦 那我現在準備 準備 太晚一點就要來 吃晚餐了 現在是 嗯 6點20分 今天那個影音店 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辦法把我的文件跑出來 所以我之後 明天再去 可能老城區 之前去過的那家影音店印 那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對 明天還要去洗衣服 再看看有沒有機會 讓你們看看 我們這邊洗衣房的樣子 然後可以給你們介紹一下 對那我現在就是 可能去處理一下 我們雜亂的廚房吧 應該是前任住在我這個房間的那個人 他感覺應該是 嗯 今年很匆忙的回了家 我今天下午已經有清一部分 東西 就是他留在冰箱裡 還有架子上的罐頭啊 食物 那看起來滿多都是 六七月就已經過期了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是 回家的很匆忙 所以東西都沒有丟 所以我現在就是要去 再處理一下這些東西 然後去丟垃圾 之後再找時間把我們的廚房打掃一下 那就這樣啦 嗨大家 剛剛發生了一個悲劇 我沒有發現那個玻璃瓶的袋子 就是我要拿去丟的裡面 那瓶醬油是打開的 所以他就在我拿過去的路上 慢慢浸透那個袋子 接下來就 在我丟垃圾的時候露滿我成聖 而且那醬油好臭喔 天啊 所以我現在 緊急要去洗衣服 而且我的牛仔褲 跟我今天穿的白色衣服都沾到了 不知道洗不洗得掉 真的是太悲劇了 那還是給你們看看洗衣服的地方 前面原本的這個地方 六七十的一樓 就是我們的洗衣房 那這一間洗衣房呢 聽說是我們這一片 所有的 術車 都是共用這一個洗衣房 但是目前為止是還蠻夠用的啦 就是 不太會需要等很久 你看看這個洗衣機是怎麼用的 現在我衣服已經放好了 所以就 關起來 上面就有留言可以選 選好了之後就按一下這個 然後你就自己選你要的程式 那我就選衣 好 那這樣他就會跟你說總共要49分鐘 那這邊選好了 那這邊選好了 所以你就 先看一下這個 這個是什麼 是色的 他就說 那裡面是黃色的 是十號 像是這裡上面就是紅色的 而這樣你就會放這邊 黃色的筆 它有四台機器 挑黃色的筆 然後這邊就可以按 選到十號 對就是Guardia Chris 之後上面插卡 它就會選擇 然後淺了之後呢 就在這邊 確認是2.40樓 那這邊就會有些時候 已經好了 然後把糖拿走 這邊按 開始就可以了 然後現在要去抽 另外一台也是可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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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